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 Beyond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前面是哪方 谁伴我闯荡 在黑暗的岁月当中 有谁陪伴你闯荡 在孤单的日子里面 有谁与你共鸣 前面是哪方 谁伴我闯荡 沿路没有指引 让我走上有四窄空 Beyond的音乐精神 从来都没离开过我们 永远都是活在我们的心中 无论你身处何地 最坏的时代 我们更加需要 以最好的心态 去准备自己 去迎接将来 自然 无悔这一生 谁伴我闯荡 常常目去迎失望 有多少森中创伤 都有难忘 从前话舍 stakeholders ay 随便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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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八分之八变成勇猛 願被一斗落你圍著使命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NESLIE 首先介紹我本集的嘉賓 Kelvin 大家好 我是Kelvin 一個年輕人 是一個吉他老師 曾經 看你什麼時候可以學到吉他 隨時找我就可以 另外一位已快點 烏纏了身 烏纏了身 很兴奋 Hello 我叫Rock 你好 Mimosa就是他们本身的乐队名声 他们有搭band 但又很开心很兴奋 看着这群年轻人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未来 为何你们会搭band 吸引力是哪里 我没搭过 我真的不知道 我搭band第一件事 是喜欢听Beyond 喜欢听歌 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是男孩 最主要是认识女孩 但后来玩一会儿就发现 玩音乐比追女孩好玩 如是者就一直玩 玩了十多年 所以为何搭band 也是因为追女孩 之后才会改变 因为你接触那样东西 你会喜欢那样东西 你会找到那种美力 你到最后发现 如果你浸了整个人 进去玩音乐 你不会有时间想追女孩 那样东西 找到那种魅力之处 你会自己去追寻 那样东西 就不会再是 别人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你就这样做吧 你会去找个答案 例如我搭band之后 其实那个过程里面 会玩不同类型的音乐 粵剧又接触 可能歌剧也要去接触 我因为很想去 可以除了搭band 我觉得不仅只有 现有的东西 那么简单 可以融合一些新的东西 于是者就 越玩越多 越玩越多 除了搭band 除了玩band生之外 连去到玩其他 不同类型的音乐都有 你另外想起 70年代 一个武打巨星李小龙 他的确是 所有的其他游道 截拳道 他都学坏 学在一起 看看如何可以融会贯通 成为他自己 大家熟悉的截拳道 你去接触不同风格的时候 其实是要背后有 很浓厚的兴趣去支持你自己 继续探索 曾经参加一个音乐比赛 拿了冠军 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比赛 想证明什么呢 其实以前 就是我自己 我没什么人教我的 很窮 从小到大都会被人笑 以前可能真的很差 你玩音乐没出息 玩音乐没出息 但是你怎么找事 找事是什么 没有出息 但那时候 70年代 就说飞仔 飞仔才是搭band 现在也是有人说 咖啡没出息 那些 新一代就没有 你问我 我以前讀Bang1 学后一定会 会觉得 你玩音乐 老师又会觉得你很疑 会觉得你又不听书 只顾着玩音乐 又不交功课 也就是不交功课 事实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马荣成都是小学五年班 绝学去画出彩虹 休福龙的 一路上中文堂也好 整本书都画了公仔 铁甲曼南俠 又不可以这样说 很难的 始终我自己是讀Bang1 以前 那变成是学业为重 始终那个圈是学业为重 那风气 那我不是喜欢读书 但是又不知 为什么进去之后 会觉得有点疑慮 其实你问我 可能现在这个岁数 就是长大了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身份 或者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 可能你说Bang1学校 其实只是 大家的一个定义是好的 但是未必适用于我们身上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才会做到今天的我们 所以其实 短线还是长线的分别 长线看的话 原来我在Bang1这段时间 是在这学校里 觉得不太好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不太好 才会令到我会自强 才学会到这一样 最重要 也是找到自己想要的路向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那时候 去参加音乐比赛 小时候一定会觉得 别人看我们不起 那我一定要努力 我们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们可以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态 现在就没有了 没有这种心态 因为觉得不同了 始终不同了 不需要拿这些东西去证明的 你坚持做就可以了 你慢慢做下去 你做那样东西自然好的时候 就是好的了 没什么必要 再要拿一些名同力 去证明自己 去包装自己 这些包袱 去背在身上 可不可以告诉我 阿Roc你现在多少岁 我29了 29了 都已经 但你说得回刚才那些说话 我觉得你不像29 你经历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作为玩音乐的人 都是要经历的 我觉得不仅是玩音乐 那么难 也要去体验人生 你有不同的尝试 你才可以将你的生活的东西 融入到音乐里面 人是不同了 始终长大了就是长大了 所以为什么 现在不需要再去参加那些比赛 去证明了自己 有个机会 就像今天 Leslie邀请我们上来 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 唱首语言 唱首语言 去表达自己 机会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明白的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但在我眼中 你们很有趣 这套乐队 MIMOTION 你们自己本身也有搭弹 有作品 有原创 像家区那样 一直去提倡 不要提倡 原创 但是为什么你们拿冠军之后 会开办音乐学校 去陀你满门 原因就是 会发现 很现实的问题 在香港 吃不到饭 就很糟糕 真的很难说理想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始终你玩Bang 在香港会有个想法 就是觉得 难被大众接受 我经常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大众接受到什么 我们的世界观本身就是 只是搭弹 我们不知道 在教音乐的过程里面 或者开办这间学校的时候 其实就会 开始接触到其他人在想 但是还是接受到什么音乐呢? 就是说 流行音乐 我们以前会很抗拒 始终都可能会 我们是搭弹的 我们是这样的 其他音乐 我们觉得不可以看不起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 你走进去大众的视野之后 你会发现 他们的东西 都可能有东西 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同一时间就是 搞音乐校 家区 就是Beyond 家区也曾经有说过 这件事 所以 到最后就是这样 搞了一间学校出来 重点都是 磨练自己 觉得自己可能要 懂得多些东西 还有在教音乐的过程里面 因为你教育才是改变一切的开源 就算我们做多少作品 别人不听 我有我们的做 别人有别人看东西的角度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只不过是我们各自的圈 会两边分裂得很严重 所以走进去大众的视野的时候 其实变相就是 大家可以如何共存 磨合到那个位置 一家区有首歌的歌词也有说 千首歌唱出真爱无助 现在流行曲 很多地址还停留于 情情踏踏 你们怎样看流行曲 流行曲 情情踏踏 是因为香港人的需要 你说到我们接触了其他同学之后 情爱曲实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自己写一些作品 以前我们看东西的角度 可能会讲乐讲理想 未必可能在他们的范畴上 所以我们也会尝试去写一些情歌 慢慢走进去的视野 但是也是困难的 你要做到的事情 要很努力的 比如欣赏香港的一些乐队 比如卡拉雅 他们会一直坚持 到现在有些年轻人 都是在唱他们的歌 所以变相就是 两边都要平衡 但是始终情爱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 有它存在的价值 有它存在的价值 家区也会写情歌 也会写情歌 始终要有平衡 现在我们开始理解一件事 就是不能够只倾向一边 都是要平衡的 不是的 那方面 我们开始播放了Beyond的巨人 带领世界再创道理 接着又听听我们Beyond乐队 86年很早期的作品 大家一起去飞越苦海 Beyond的巨人 zza 哪有难 哪有难 仔细 哪有活 或者哪有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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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身邊的人沒有人說理想 不代表自己不可以說理想 不是老土說話 人一生只有兩件事可以做 一是生存,一是生活 生存很簡單,一天三餐就解決了生存 但如果你想有一個美好的生活 不好意思,真的會跟理想和夢想掛口 否則永遠都是走在生存那裡解決三餐 然後上班下班,看電視,睡覺 不好意思,其實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很接受到這種生活 我明白一般人會喜歡這件事 有很多人都會喜歡這套 只不過是我們選了我們想的生活方式 我們自己走的生活方式 那你們呢?Roc,Kelvin 除了影響到你們是什麼 對你們有什麼意義? Kelvin,Kelvin哥 我剛剛學結他 剛剛學結他 那我要找些歌練,找些歌聽 那我又發覺 其實我那時候都會聽電台 晚上會找東西聽的自己 那我有一天會突然聽到 我聽到《長城》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廣告 或者有些jingles 會偶爾放《Beyond》的歌下去 但那時候你第一次聽《Beyond》的第一首是《長城》 對,我第一首是聽《長城》 我記得那時候是 然後我最初都沒有 就是我這樣聽到 聽到歌詞 或者聽到那個melody 我覺得很順義 很棒 我開始找找找找找找 那時候都開始 剛剛有網絡了 就是我十多歲的時候 那我找到《Beyond》來聽 一聽 上一天聽不到的 我十多歲的時候 那我很多時候 就是聽《Beyond》 尤其是學木結他那段時間 很多時候那些素法 或者我自己的結他技術上面 有或多或少都是因為聽《Beyond》 而吸收到 而且我自己覺得就是 《Beyond》本身 即是阿佳他寫這些歌之前 都是聽一些外國的band sound 或者聽一些較重的歌 那它是可以把外國本身有的音樂 或者本身有的元素 然後用會貫通變成廣東話 Cantonese的一些band sound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於我來說 那也挺有影響到我 以後可能合同樂隊的時候 要走哪個路向啊 或者我想玩我自己喜歡的風格的時候 怎樣去做一個平衡呢 這個對我 尤其是對我學結他的時候 也有影響 對我去到現在合同樂隊 也有影響 甚至最後現在教學 那些學生都會 問我Beyond的歌怎樣彈 那我都 因為小時候有聽開嘛 這些是本身我個人成長的一些養份 那我也可以叫做 教得到他們 去到現在這樣 都可以告訴他們應該要怎樣做 我覺得 Beyond來說 對我來說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我自己人生來說 Beyond影響到我的環保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單單在音樂上面 我在中學的時候 都不是很良好 那些經歷不太開心 但是 會覺得始終好像跟其他人格格不入 很可能被別人眼中 我是異類 我是異類 但是當我第一次去接觸Beyond的時候 會覺得 為何這幫人說的思想 理念 跟自己有點相似 好像找到同路人 那種感覺 因為你一直可能 在成長環境裡面 未必會合到群 但是在議案上面 就會聽得到 原來 有人跟你一樣 這個世界 跟你的想法 是很相似的 在過程裡面 會找到 這個同路人的感覺 是 沒得說的 好像有一種知音人的感覺 還有 他們的思想更加肯定了我 其實 我不是奇怪 有人跟你一樣 所以我覺得Beyond影響我的地方 不單單是在音樂層面 在成長層面上面 心靈層面上面 都是有一個很深的影響 所以影響到你們原創作品 有一首歌叫 《謝世界》 沒錯 這首歌都是關於環保的 都是環保的 未播出之前 我想問一問你們的創作過程 是怎樣的 還有我想問一問 那個樂隊名稱 含羞草 對 為甚麼 為甚麼會做到這麼有趣的 含羞草 老實說 在音節上 很純 夠響 夠響 響亮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錯 而且我們很害羞 還有 你現在找害羞草很難 現在很難 我第一次碰羞草很過癮 剛剛接觸他那一刻的感覺 看到最多都是在北區 現在已經少了很多 始終 對 還有這首歌如何創作 老實說 這首歌 一般人我們都會去想 就是說 我們有了一個 melody 有了 然後再配些東西下去 這首歌有點有趣 就是我們先有了音樂 然後其實是 本身正哥和副哥的位置 是倒轉的 只不過聽下去 這個位置順一點 不如倒轉 正哥和副哥的位置倒轉 於是者 我們再配合 再配 melody 然後 想 melody 的時候 我就在想 可不可以一首 好像很浪浪上口 可不可以簡單一點 但歌詞也很簡單 可能連小朋友都可以唱得到 以前的歌曲很厲害 唱真的愛你 很輕鬆就可以唱到 melody 一聽一次就懂了 於是者就是這樣 創作了這首歌 其實有些不太相同 跟一般的做法 都倒轉了 但都一樣做到每一幕 我們自己的寫歌也是 先把底部 然後加 melody 然後再填歌詞下去 於是者就是這樣 沒有用一套正確的 大家認為 普遍的寫歌 寫歌方程式去做這件事 那是否不夠好呢 已經結束了 下次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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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還沒說到… 很多重點 我都不想說 對,我們有很多話要說 沒關係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上來… 再上來… 再上來… 好,謝謝 Ron 謝謝 Kevin 謝謝Mimosa 我們細心欣賞Mimosa的這世界 希望大家欣賞 這世界 謝謝你 為何要用這麼小聲說話 那個麥克風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好,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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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